气象看到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我是碧秀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南海这边的热带性地气压 昨天进入越南的陆地之后 就减弱为普通低压了 也就是没有台风行程 但是气象鼠也有提到 南方海面这边的扰动 星期天之后有机会发展热带性地气压 甚至是台风 到时候太平洋高压北移 水气就会接近台湾 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会变得比较广 所以我们来看看未来降雨预测 礼拜六之前台湾上空是太平洋高压势力 上午是晴朗炎热 到了下午就是午后雷震雨 而星期天高压往北 吹南风把南方水气带上来 午后降雨的区域大增不少 那么在气温上 接下来这个预测图 颜色一看 大家就知道很热要预防热伤害 礼拜六之前高温落在33度到38度 那么大台北地区和中南部有极端高温 也因为这段期间有东南风沉降 所以西半部高温时间会比较久 到了傍晚可能还有33到35度感受闷热 而紫外线指数的预报上 明天马祖是在过量级 其他全部都是属于危险级 生活follow me小丁丁告诉您 防晒做了没有呢 撑伞戴帽子好像还是会被晒黑 所以可以用防晒乳涂抹均匀 不要忘记耳朵和脖子哦 依照不同防晒系数 两小时到四小时可以重复擦一次 而午后雷这一区域有较多机会是落在山区 局部地区雨势会持续到晚上 南部要注意可能有强风 还有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有三个热带扰动讯号 是不是会继续发展形成台风呢 气象鼠持续观察当中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